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希望拜登能立刻退选 就在本周五之前 这是美国自由派媒体Axion写出来的评论 从现在美国舆论场上 民主党失败主义情绪四处弥漫的状况来看 拜登简直是被特朗普给一击干碎了 第一场总统辩论的后劲实在是太大了 最新的消息是 民主党党内的资深议员已经私下表示 拜登必须退选 民主党在众议院的领袖组织了一场线上会议 许多参会人员都是民主党在众议院各个重要领域的委员会的高级别成员 比如司法委员会民主党领袖 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等等 纽约时报披露出的消息是 六名资深议员表达了对拜登的怀疑并要求其退选 反对拜登的众议员们希望拜登能自己体面了退出竞选 不然就只能公开要求他这么做了 而一些公开表达自己的质疑的参议员们 则是要求拜登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内 通过临时采访与选民的直接互动 来证明自己有任职的能力 关于拜登语言能力很可能受到挑战的问题 上周末还有两个堪称抽象的插曲 首先是一起自由派电台主播被离职事件 7月3日拜登接受了一家位于费城 名为Word的广播电台的采访 这是6月27日 他与特朗普辩论以来首次接受采访 一般来说这种总统竞选中的公开采访 应该是脱稿的 主持人提的问题 候选人的回答应该是没有提前准备的 至少也不是这个逐字逐句在那被答案 对于拜登来说 如果他想证明自己仍有足够的语言能力 那最基本的就是可以在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 讲清楚自己的这个治国纲领 然而主持这场采访的黑人女性主播 劳夫桑德斯在周六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漏嘴了 他表示提问用的问题是拜登的助理提前准备好的 在直播前要求他按规定的问题提问 那这不就等于告诉了大众 拜登没有临场发会的能力 只能是团队让他说啥他说啥吗 那这样发展下去 那我问你 拜登的身体还有足够的功能维持总统职务吗 那然后啊这位黑人女主播就被自愿辞职了 Word电视台将配合拜登助理提前准备采访问题的郭 全都甩给了主播一人 声称啊他这种行为危害了电台作为媒体的独立性 可以说这种理由是相当的冠冕堂皇啊 我就不信配合拜登这事啊 一个自由派主打黑人政治正确电台的管理层会不知情 这主播能自己决定吗 这主播是电台老板吗 那所以啊美视左翼政治正确这就是个乐子 真要在敏感问题上说了真话呀 导致哲辱了拜登的名声 那么你再正确也得就工作 而另一个拜登的抽象言论是 在7月5日接受美媒ABC新闻采访时呢 他声称只有万能的主啊才能让他退选 这好家伙呀都开始请神了 只是这话吧怎么听怎么不吉利 而且如果最后真因为斗不过特朗普被逼退选了 那特朗普怎么算啊他是天选之子嘛 那这一期采访收获了许多民主党人的差评嘛 那甚至有许多民主党议员就开始公开表示 拜登在台上多待一天啊 新的民主党候选人就会更难打败特朗普 目前虽然仍有许多高级别民主党政客支持拜登 但公开表达担忧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更要命的是啊 许多民主党的重要捐款人已经开始公开表示 如果拜登不会选 那么就会停止捐助 上周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啊 迪士尼公司的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 已经公开对拜登喊话 要求他退选了 迪士尼这几年啊 可是大搞自由派政治正确的民主党文化大本营啊 这都开始公开逼宫了 同时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啊 特朗普获得的捐款额 目前已经反超拜登了 美国大选必须要有超能力 这足以见得拜登陷入的危机有多大 那么拜登究竟会不会下台呢 可以明确的说 按照民主党的法律程序 结合拜登在党内的地位来看 只要拜登本人不点头 那就没有人能用合法途径让他退选 而且就算拜登退选 新的民主党候选人也赢不了特朗普 就哈里斯这种啊 他的名声在党内都不好 那想要接任都未必能过民主党党内那一关 其他地方好强 比如说加州州长纽森这种啊 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今年就进来掺和 再拨四年竞选形势会远比现在要好 而且四年以后啊 这些年轻的民主党州长依然在政治上很年轻 为何偏要赶在今年接手一个烂摊的呢 那总的来说啊 如果没有意外 拜登应该是还会继续撑下去的 那要问他这个状态还能不能打赢特朗普 民主党内部都有许多人直摇头 美国大选啊 真就是在这个比赖大会上一去不返了 但是那个τι不曝 tard 这边团队 这边团队 最后一边团队 一帆队